幼稚園的特點是老師其實沒有空堂 第二就是文員沒有什麼 甚至乎沒有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文件內所說 幼稚園會加士學組 士學組會加23個職位 即是會大量的士學 我們現在已經聽到幼稚園的牙痛聲 現在幼稚園的士學 已經在三、四天在幼稚園內 中小學就不覺得 但是幼稚園會有很嚴重的影響 附件二 旅途大應點的職務 就會說幼稚園要成立家校會 加強學校行政的透明度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大量的行政工作 幼稚園為什麼可以得銷呢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兩點 第一 幼稚園的整個行政系統 不應該用中小學來衡量 第二 第二 就是 有一些項目 不一定在幼稚園裡有 不一定要在幼稚園裡有 即是我覺得 哪些應該做 哪些不應該做 一定是非常審慎 我不希望我們因為有一大隊的人馬下去之後 就製造了 即是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一種傾向 但是這個很自然的傾向 一定要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要講清楚 我們希望能夠多些支持 而不是多些令到幼稚園不消的情況 我們盡量用多些溝通的方法 還有由頭到尾我們沒有嘗試用小學中學那套形式套到幼稚園裡 這個也是我們政策背後的一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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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說 我可以選擇 這個方法